嗯? 我沒有車牌 他沒車牌就玩一種 我沒有車牌 他本來也有喔 沒車牌 沒車牌還沒 還沒差一點 更新一點 沒車牌呢 好 你來看他會抓 他沒車牌又玩一種 你真的不抓這會是你自己吧 對 對 你一直在你前面耶 你不動跑 哦 他怎麼比你 對 我看一看 還不動跑 你怎麼看 開出去 你不動跑 你不動跑 你看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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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口停用单只见左前方的休旅车 是刹车没踩好还是想偷家包 一直往前滑行 休旅车就这样往前撸了四次 第五次终于绿的了 他立刻踩油门往前冲 旁边的警察也马上追了上去 跟在后方的驾驶全程募集 被这一幕给逗笑不断拍手 还发出了魔性的笑声 驾驶忍不住笑都忘我 影片曝光后立刻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说他是在测试警察的忍耐度吗 警察还是很讲究的 第一个动作转头看了看 第二个动作打开警灯 第三个动作鸣笛追上 而这事情发生在彰化园林市 园吉路二段的一处路口 休旅车都已经越过了停止线 警察就在旁边 他还蠢蠢欲动 红灯了不断往前滑行 这下被当场抓包 一规定可处1800到5400的罚环 我没有违规 你没有违规 你闯红灯你没有违规 你有闹闯红灯 我看到绿图 让你我 我不知道我的身份账号码 确定喔 你还约10点 你不要帮我违路 我跟妳讲 你现在不可以离开 你跟我去你小约好 不用 你现在给我留到这边 我看来第一次来走的啦 你现在返回公违路 你这 哦 返回公现行犯 返回公现行犯 现在马上滋软 因为他要杀人一样 我就说 救命啊 救命啊 警察欺负老百姓啊 那些裤跟外裤都尿丝了 我没有违规 你没有违规 你闯红跟你没有违规 我那有闯红灯 我看完绿灯 被警方当街拦下 眼前追命妇人 继续自顾自的往前走 要身份账给我 我不知道我的身份账号码啦 确定喔 那约10点 你不要帮我的路 我跟你讲 你现在不可以离开 你跟我去你小约好 不用 你现在给我留到这边 即便遭鹤斥 妇人依旧拒检 不甩人民王母 还用力推 圆景一把 很痛啊 我就好像觉得他要杀人一样 我就说救命啊救命啊 警察欺负老百姓啊 那忽然间他就把我过肩摔了 那我就趴在地上都不能动 然后内裤跟外裤都尿丝了 事发地点就在板桥圆摆旁 由于行人多因此设立了 行人实现了 夫人却在路口连床两个红灯 反控远景把他摔到浑身是伤 就是有点头晕想要吐 脖子抓住那种扭动这样 原来夫人想搜集大创限量的金鱼碗 但当时店家告知 剩下板桥的小圆摆有货 这下基金波折 他才买到八个八百元的金鱼碗 大创百货 他规定说留东西只 最晚最晚是只能到晚上十点啊 啊我就已经错过一次了 因为我本来去南京店买的时候 就隔天去买就被买走了 所以因为那个东西对我很重要 而且我觉得我是很手信用的人啊 我觉得承诺对我来讲很重要啊 我那时候想来很天真 我想说他会跟着我下去 结果不是啊就被过肩摔了 当时我们同仁一手拿无线电 另外一手将巡女压制在地上 所以并没有过肩摔的状况 这下为了拿金鱼碗 想当个首饰的人 却冒险抢快闯红灯 成了不守法的人 这真的值得吗 邓选林尚如新轮在新北市报导 你这样就是在造成车祸的主因啊 你们真的太错误了 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请你不要碰住 你可以去接你站申诉 如果我们执勤 你觉得不妥 你可以向你住茶区申诉 台南这名远警取地违规 遇上不服气的女骑士 冲突一触即发 你们真的太错误了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请你不要碰住 我们的警用巡逻车 你叫我叫什么名字 你没有资格碰住 你叫什么名字 你讲嘛 你刚刚你叫什么名字 你要讲啊 你自己讲嘛 其他同事赶紧将这名远警 拉上车 避免更大的警民冲突 时间往回到 11月15号中午的时候 在台南市健康路 和三关路口 女骑士逆向行驶 转进三关路 违规事上一清二楚 女骑士被拦下时 先是担心罚单金额 我现在在开单 多少啊 就逆向 多少啊 这个要五天后去见 我才会知道 可以 可以 原谅每天 但是你这样 就是在造成车祸的主因 眼见求情不成 开始拜托远警 下次会注意啊 这边右下角 帮我签名一下 下次我会注意啊 没办法 无论女子如何拜托求情 远警秉公处理 开出罚单 最后女子求情不成 寄出眼泪公事 自己拍下这段影片 你们真的太丑了 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请你不要碰住 影片最后被公开在网路上 女骑士原本是想讨拍 却遭到网友踏罚 的确错了就错了 女骑士如果遵守交通规则 警察也不会无端来开单 东森新闻蝗虫群 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有民众开车在高速公路上 听到名警笛的声音 结果定眼一看相当疑惑 可以这样吗 这名女警 骑着警用摩托车 上了国道之后 一下子在中线车道 一下子车子又换到了内线车道 接着又换到外线车道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这名女警当时在执行勤务 她在追捕一台违规据的车辆 那么更早之前 这台车子是在大辽的凤林二路 那么被这名女警发现 她闯红灯 转弯位打方向灯 而且行车的情况 看起来是摇摇晃晃的 她上前拦查 没想到这部车子竟然没有停下来 而是加速逃逸 一路由88快速道路 再往国道 女警也就一路这样追了上来 尽管这部违规的车辆 最后并没有追到 不过她将会被依不服 稽查取缔 闯红灯 未打方向灯 最高可开罚 新台币三万九千元 警方将会通知车主道案来说明 至于警车到底能不能够骑上国道 那么依照法规 在执行公务的时候 并没有受限 东森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道